老郑啊 朴俊西的腿伤恢复得非常好 当初要不是你同沈医生坚持 我真成了前五罪人 我可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沈医生的 对的呀 周一生的政治水平就是高 你就是功劳非你莫属的呀 话也不能那么说 这功劳呢是大家的 这不能算到我一个人头上 对了 班长 您看朴俊西的伤已经稳定了 我是不是应该回营养啊 当然了 那后方也需要革命工作 我可不是贪图怕死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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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台会有车队送伤员回营养 你跟沈医生他们一起走 那好吧 那我堵着散会 上台 上凯 上河 坐 怎么了 情绪不高啊 你应该为我高兴 为朴俊熙高兴 如果不是你和劳正的话 我就是千古罪人 胡说 要不是因为你拦着 没准还不能成呢 来 尝尝这个 又是咖啡 你喝酒啊 占利品 纯正的美国货 我听说你要回宁亚了 时间过得真快 沈和 我从老郑那儿 听说了你的过去 你的勇敢 你的涵养 都很令我敬佩 你是个英雄 我就是一个普通文人 不是 你为了不让你婆婆伤心 宁可一个人 背负下了所有的痛苦 少凯 当你不能选择生活的时候 你就只能适应 我没有觉得苦 我敬你一杯 干杯 沈和 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我不能再让你这么痛苦下去了 我要进入你的生活 我不会让你受一定点委屈 第一 我不觉得痛苦 第一 我不觉得痛苦 你已经在我生活里了 第三 你对我的帮助已经很多了 第三 这真的是我的肺腹之言 他毁不来了呀 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的 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的 我不能眼睁睁地这么看着你牺牲自己 浪费自己的青春 他是一定会回来的 我坚信 走了 你真的要等他一辈子啊 对啊 我不让你等 我要让你幸福 让你每天都快乐 少凯 你对我没有这个责任 这很年快 沈和 这里是战场 可能明天我就倒下了 再也站不起来 有句话如果我再不对你讲 我怕没机会 我爱你 我爱你 少凯 我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这份真挚的爱 你会把它放在我心里里 保重 我怎么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今天是她老人家六十大寘 我远在占底医院 你又在海峽内医院 我现在都不能陪伴在她身边 现在 我要用这种特别的方式 带你住她老人家 扶落东海 寿比南山 你就是漂亮 要俩你 你真是老人家 大妈 今天那大寿 给我们说两句吧 说两句 说两句 我哪会讲话呀 你们大家来给我祝寿啊 大妈就两字 高兴 大妈 还有我呢 你 出家来了 来 坐坐坐 坐 我来给她妈妈祝寿来吧 般配 般配 等大妈 我祝您老身体健康 万事如业 谢谢 谢谢 大妈 那我也祝您福入东海 寿比南山 大妈 我们两口子 祝您大吉大利 越活越年轻 奶奶 我祝您长命百岁 好孩子 谢谢 谢谢 那咱们就一起敬等大妈一杯 祝她生日快乐 来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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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谢谢 亮背单呢 是啊 哎 九二生 今天不忙了 啊 轮到我忙 一个说中医好 一个说西医好 等他们吵完之后啊 再轮到我出手 属于你最新鲜 我们可不行 洗完这单子 还得给山人做饭去呢 哎 奇怪啊 你们晾背单怎么在树叶底下 这都好玩 那太阳一晒干的都快呀 啊 那可不行 迪基要是来了 我们该暴露目标了 不会啊 哪那么多迪基呀 哎 听我的啊 来来来 跟我走 要是迪基真来了 谁负责呀 我负责 好吧 那我不会听你的了 哎 走走走 喂 跟我来 跟我来 把背单都晾到这儿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来 师傅 一站立医院还有多远啊 大概三个小时吧 咱们得走山路 避开迪基轰炸 那小心点开 哎 好嘞 变小青生 我来看看 带着他 带着他 快收起来 快 快收起来 快收起来 还没干的 刚刚亮的 现在给迪基找回事 我表示 快收快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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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带着他 带着他 您用程式 不是说败事有意 快收 带着他 快收 带着快收 带着他 怎么还有迪基啊 他们说你找我 是 坐吧 好 深河 是这样的 小迪基的伤势呢 已经稳定了 我看你和周婷 可以回去了 我正准备跟你商量 这个事儿呢 还真有点 放心不下 家里老人和孩子 是 那明天一早出发吧 好吧 有什么话 要我带给家里人吗 你跟小燕说 我在这里很好 曹李莉呢 一样吧 你给她写封信吧 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不用了 你就写一封吧 哪怕叫几行字 她一定特别挂名 我知不知道该怎么写 你这人就是这样 这么吝啬 来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你都不理解女人的心 快写快写 不用了 快写啊 真的不用了 张一鸣 你们在干什么 张一鸣 看来这野战医院 没有传说中那么紧张吗 你们两个还有闲情意志 在这拉拉扯扯 待会儿是不是也要对个山歌 我给你们俩紧调吧 你误会了 我很误会 我可没瞎 沈何 你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啊 在宁阳的时候 你就破坏我跟郑一鸣的感情 拉拢小燕 让小燕疏远我 现在跑到前线了 你还想勾引他 你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你 够了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 我才说了几句你就心疼他了 沈何我问你 你不是没有报名参加吗 没有报名参加 你怎么在这儿了 曹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啊 这里呢 有一个志愿精的战斗英雄 退步抚伤了严重感染 危急生命了 所以呢 沈医生才到这里来参与治疗的 是啊 曹老师 那沈医生说得对 是我们副院长啊 亲自给院里打电话 让我们沈医生啊 送到战地医院的 张一鸣 你可真是公司兼顾啊 沈何你别走 在这儿说清楚 曹莉莉 这什么地方呢 外面全都是伤员 你在这里吵吵闹闹 做事情有没有考虑过 出去 郑一鸣 我到前线未远演出的 你没有权利赶我走 我去找总部领导 我就不信 没人管得了你们 曹老师 你们冷静一点吗 我冷静 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 拉拉扯扯的 难道 还有我看的别的什么吗 我现在就去找领导 我现在把你们的事都说了 曹老师 不要管他 让他走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现在就去 你和郑一鸣 走 您恕应 我 吃饭的 喜有 我不能 幸福 兄弟 专门 他 我 我 你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呢 你再这样跟郑一鸣纠缠下去 郑一鸣这辈子 都没有好的政治前途 沈和 我们都是女人 你有账吗 我拜托你 你放过郑一鸣好不好 你懂郑一鸣吗 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 你能理解他吗 如果你懂他 了解他 又能理解他 谁能把他从你身边抢走 可是我知道 如果没有你的出现 郑一鸣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 这都是因为你 郑一鸣来了 给我打了 我撤人了 撤人了 柯一鸣 陛锭 这就是十鸣sters 爹 多从不然 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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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息一下沈和 沈和 你怎么样 沈和 沈和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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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淡片花生 只要烧退了 就没事了 那就好 好 您好 我是罗伟奇 领导让我负责接待 首长住院期间要办公 请给首长安排一个 安静一点的病房 好 首长什么时候到 马上到 好 马上安排 轻一点 好 曹老师 怎么了 张先生 沈和他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事 就是头上留个疤 他头上留个疤 那我可就太对不起他了 曹老师 他沈和头上 是留个伤害 但谁又知道 你心中的伤害 朱医生 你这话什么意思 曹老师 你可不要重点迷惊 那沈和之所以救你 就是让你蒙成亲 如果你要是感激他 向他道歉的话 那你就永远在他面前拍屁 曹老师 老师 哪都是为了你好 我觉得沈和 他就是狐狸 你说他跟陈少帅 搞得不明不白 那现在又勾引赴远者 他叫什么呢 啊 还有就是 我觉得他救你呢 有别的目的 他救我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他至于什么目的呢 还能有想好的 反正的目的 科长 你说这宁阳的地下设施 包括迪伟的仓库 我们都像过筛子一样过了一遍 也没有什么发现 你说 这会不会就根本没有什么 什么潘多拉 科长 你那边怎么样 还没东西呢 我已经把你的意思告诉给老高了 让他既要掌握好分寸 又要引起蚯蚓的注意 又不能让蚯蚓看出一点破绽来 这边怎么样 不怎么样 全楼检查照明线 是吗 这屋没事 线路老破了 经常漏电 还是小心点吧 好 谢谢 还好这是清明老真的 他就是捡了条命啊 但沈云生也是了 都睡了那么长时间了 也该醒了吗 你还有脸说呀 我看这嫡妻就是你招来的 平时讲这个是特务 那个是特务 我看你就是特务 不 你话不能这么说呀 你有什么根据 湛地医院有条例规定 所有晾晒物必须在室内阴干 不能晾在控场 以免招来抵击 听见了没有 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没有当罗宾我哪知道啊 哎呀 哎呀 哎 哎 行啊 闹肚子 我上厕所 哎 别太刻薄了 嗯 他平时怎么对慎和的 他 我就看不惯他身上那种 不学巫术的德行 嗯 哎 嗯 沈河这个样子 明天还能走吗 医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依他的性格 他一定会走 他一定会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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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招了别招了 看不见了 行师傅 那边停电了 知道了 我这正要去呢 走吧 行 那您先去 我们再去找几根蜡烛 好 走 行师傅 哎 怎么样 修好了没有 早上啊 怎么回事啊 他把钱都烧了 哎 亮了 肯定是有人在用电炉子 你们看不看见有人用电炉子 没有啊 是不是那么沉医生 这电炉子可不能用啊 这受不了啊 真不好意思 行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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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好了吧 嗯 还有几个房间灯没有亮 哦 那可能是灯泡别了 没事 过会儿我拿几个灯泡去换啊 啊 有事吗 首长 嗯 咱们叫你一个人 几个员呢 啊 刚才停电了 他们去找手电 啊 刚才泄露短路 可能灯泡烧坏了 我这就帮你换上 啊 不用了 加工我就行了 啊 好好 正好还有好几个屋 等着我去换呢 那您收累了 没事没事 再见啊 科长 这突然停电一定是有情况啊 我们 来 路程 科长 怎么样 护士跟护士长 经过老高的病房 还有一个电工 没进屋 继续监视 不要打草惊蛇 是 快点 快点 吃下来 快点 军熙 小心点 军熙怎么样 去哪里 军医生 军熙 然后咱们再见面 会有那么一天的 先生 我能不能找你兄姐 好啊 姐 姐 你很美丽也很勇敢 是你的勇敢点燃了我们的勇敢 你很专闭 姐 姐 姐 回去以后啊 可不得要吃蒜藤 放心吧 不会的 你队场里处好一点 他很安逸的 谁 Echo郎点燃 你自己走好了呀 自己回去喝吧 放心吧 我会的 阿杰 阿杰 主席 阿杰 不顺便宣伤 自首席 保余 谢谢 保余 希望你能够帮我交到同意 不会的 我希望这人早些结束 将来在一定的环境里 跟你再见 好 保重啊 保重 阿杰 都保重 保重 保重 大家再见 阿杰 阿杰 再见 保重 陈少恺 就是这个陈少恺 非要拒掉我们战斗英雄的腿啊 这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 押去 是 是不是中挺依然而然站了出来 阻挡他 当然了 通过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的战斗英雄 朴槿青的腿不但跑步了 而且住完部队 彩礼辛苦 做得不错 非常好 我这样 我跟院里说一声 给你争取在院内做个通报表扬 谢谢林导 当然 我觉得 我们在业务方面呢 还是应该向沈和好好学学 你说呢 我得好好学习 做一声 这不会有疤吧 应该不会吧 就算有疤也是很光荣的是吧 秦医生 我出了战斗英神的腿 这可给咱们全一样的阵务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秦医生我们还有其他人是受伤吗 没有 坐 坐呀 多关心沈医生呢 行了 去忙忙的 坐 怎么样 好点呗 我哪有那么娇气啊 没事 也得注意点可别感染 东东乖不乖啊 还那样 逃着呢 我跟你说啊 我们医院住进一个部队首长 这听说你回来了 点名让你去给治疗 首长 点名让我给治疗 嗯 你放心 在我心里 点不点名都一样 我会竭尽全力的 这我当然知道 但首长毕竟是首长 可得小心谨慎 千万别出屁了 嫂子 你还是不相信我 相信相信 涛儿 找什么呢 啊 救援部那条线呢 早就干货了 DIT 首长晚上看文件呢 嫌你上次拿那个灯泡啊 度数太小 让给换个大的 什么首长啊 听说是 宁阳军区作战部的 一个副部长 哦 难怪呢 大首长 那部队首长 为什么不住部队医院呢 咱们医院不是条件好吗 特意安排过来的 啊 找到了吗 哎呀 没有了 你呀 到后勤哥去领一个吧 行 那我去吧 嗯 顺便把那个电压看吧 怎么回事 好 报告 进来 电工发的束火维修台灯 好 让他进来 好 好 就这个台灯 啊 好 这是知识的极建 是关于我们两个高炮师的作战命令 您看一下啊 其中呢 有要求高炮师到达的准确时间 还有指定位置 再就是后续部队过江的具体安排 好 去吧 好了 好 去吧 好 您放心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那好 再见 来 不是 姐 您找我 这不 局领导听说部队首长住进来 非常重视 这刚才还打电话来提醒 一定要保证首长的安全 那我就把这任务交给你了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汇报着 好啊 谢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您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去吧 随时跟我汇报着啊 来 这是知识的极限 是关于我们两个高炮师的作战命令 您看一下 大爷 小晓来了 我看看有没有咱们店工班的信 那你自己找 好嘞 好好看 好好 哎呀 今天没有啊 我给您放这儿了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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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sure 现在我们知道 什么东西收缴了 你有事吗 院里让我负责手掌的治疗工作 跟你一起负责手掌的治疗 还是有味儿 你让注意朋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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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医生 看我也不休息啊 陈医生 看我也不休息啊 去买点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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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生别回头 不许往两边看 这对你我都好 你是村里 你找我又有什么事了 旁你当然是复兴党国的大事 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 上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 我既不属于军统 也不属于中统 这种没有由来的事情 我不想再参与了 我已向上风 别动 我已经向上风做了请示 只要你乖乖听话 立了大功 很快就能安排你过去 那这次是什么任务啊 明阳军区作战部副部长 住进了你们的医院 在他的公文包里 有一份绝密的文件 你让我偷文件 我一个人做不了 我需要协助 别动 你赶快一趟我就开箱 转过去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你让作战部副部长 睡上十个小时 正常的事情 不会有人去办 就这么简单 得伤之后 拉上办公室的窗帘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就这么简单 得伤之后 记住了 你一直朝鲜走 不许回头 一看不回头 我就开箱 好 走 走 走 入口 注意 麻烦你帮我捡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首长 你的警卫员怎么不在啊 拿水去了 医生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 这个不好说 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 战场上睡戏万变 我在这儿躺着着急啊 我知道 那以为把病养好了再说是吧 小燕 小燕 怎么是你 我刚从朝鲜前线回来 我看见你哥哥了 你哥哥让我给您带话 说他一切挺好的 政府院长的艺术啊 赢得了广大赚军商人的在啊 还有就是那 这些是小副姐会告诉我的 就不用你老神了 我是想说 你哥非常关心你跟我的终生大事 周先生 你干嘛非要拉大旗当虎皮啊 现在是新社会 恋爱自由 别说是我哥了 就连我父母也无限干涉我的婚姻 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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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关心 小燕 其实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第一次见的时候 你觉得 你觉得太简单了 很容易 我给你带她 我们去看 你带她 你带她 她就在她 你带她 我带她 太 комна的 这一条文章 决定文章 怎么可能被人随便拿呢 前线已经停战 哪里有情况瞬息万别 部队首长补助部队医院 难道 随便人又出现了 邱颖如果真的盯上了我们贾办部长的老高 这次抓他的最好时机 不会呀 科长 你这部棋真凍下了 你就忍不住要忽悠是吧 揍什么笑啊 我三令五身的给老高说要假戏真做 怎么执行的命令 你们自己看看 身份可疑的首长 一语重地 身份已经被揭穿了 这戏怎么唱下去 齐律 你去给我唱 我 我哪会唱 你看你看 金家父亲已经又上报纸了 是吧 又上报纸了 我刚刚刚我看了 那公主他还曾经给转移转移转一架飞机 还知道吗 市长还要把这父亲照顾向他 不是呢 你们嘀咕什么呢 金家父亲上报纸了 上报纸了 上班时间不准看报纸 去 去吧 金家父亲 金家父亲 把门关上 座长 我记得安分的是什么 一起去给座长的首长指导的 好好配合田和长工作 人家首长有警卫啊 还用着着公安大同干戈吗 真的 人家还带枪呢 罗伯书记 他不适合 再说首长要转院了 谁不适合啊 怎么说话呢 对不起 田公安 他平时工作态度还是挺认真的 你今天是不是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告诉你啊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听到没有 知道了 罗伯书记 金师傅 消毒会是刚换的 可就是不同店呢 那好 那您快点啊 急等着用呢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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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花船好吗 没空 没有 大人 行 我们一个人哈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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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花船好吗 没空 我的空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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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曾经伤害过你 那是因为我爱你 因为爱而恨你 如果您想解气的话 您就打我 来 来吧 还要恨你打我 来 打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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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这不行 你干嘛呀 你别不理我呀 你知道吗 我很快要离工了 医院已经不下大了 我会配合公安机关 抓到潜伏的特务 到时候 你就等会有立功的消息吧 周婷 够你忙的啊 金霞 喂 喂 可疗 还算咱们 去银送港 了 在门里 好 可以 幸运 幸运 您镑 涟的 这个计划只有我跟沈和知道 是不是沈和 他把这个计划 透露给公安 再让公安去抓他 除非他疯了 那会是谁呀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不会怀疑是我吧 我可以怀疑任何人 但不应该怀疑你 人家报纸上都说了 美国人要跟共产党谈判 朝鲜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结束 我们还要这么潜伏下去吗 谈判只是个缓兵之急 想当年委员长跟毛泽东 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 到最后不还是大打一场吗 你还相信国民党能攻复大陆吗 你这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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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去了台湾 我一定加倍补偿你 而且 我怕我们 去不了台湾 一定的 你 我又在失贪 无论没什么 我都要赶快通知变准江 这个丘烟 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天地云雄气 千秋意外传 若是空洒心肝脏 千凡今相续 为理由人间 生死无语的爱恋 整整日天 心与你相爱 我又爱人成就 你和我天 心与你相恋 千与共产传 千凡今相去 美理由人间 生死无语的爱恋 你和我天 心与你相恋 千与共产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